新闻首先带你来关心黑心油品再度出现 这次竟然是回收俗称地沟油的加工制成劣质食用油来贩售 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破获这起重大的民生案件 改部不效业者有六人 警方指出这家为在屏东的非法地下油厂制作猎油 长达有一年的时间 流入市面的油品超过了两百顿 谋取暴利超过四百万元 目前是确认是卖给了强冠公司制造的全桶香猪油 以及净卫公司他们制造的动物饲料 卫生单位已经要求全面封存回收 地下油厂环境脏乱 存放一桶桶厨余不时传出臭味 郭信贤犯和员工就在这里将俗称地沟油 也就是回收收水油 混餐燃煮制成劣质食用油贩售 黑心油主要卖给强冠和净卫两家厂商 警方经过半年耕肩 一号汇同环保卫生单位 前往屏洞的地下油厂一举破获 出估已卖出两百公吨黑心油 强冠公司是食用油品的大盘商 所以他们的一些产品 除了就是有给国内一些小吃部 小吃然后摊饭然后一些烘焙液 这些这些食用的猪油都是有提供 混在一起之后他调了酸价 就是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之下 他就贩售出去 郭信贤犯向环保回收业者低价收购 加工制造后再以每公斤三十多元售出 略低于一般市价四十元 获取超过四百万元暴利 而主要流向之一的强冠公司是知名食品油厂 已有三十多年历史 业者坦诚疏 从二月底开始向郭信贤犯买进原料猪油 制成旗下品牌全统香猪油五万一千多桶 分别卖到五百中南的这些 主要是以盘商为主 那至于这些盘商在下去的销售数量 等等这些我们就是请厂商 赶快就是尽速把这个资料整理 然后提供给我们卫生局 我们再会立即通知给各县市的卫生局 来协助监督 目前全桶香猪油库存仅存三千多桶 估计约有四万八千桶流入市面 高雄市卫生局除了前往强冠工厂封存 并要求下游盘商全面回收 强冠公司四号下午出面致歉 代表我们公司跟我自己本人的话不慎 对大家没有尽到责任 这个我深深一极功 表示我非常的建议 除了制成食用油 劣质油也由禁威做成动物饲料 而禁威甚至将应该送至花质厂的皮革废弃油纸 以及吐槽厂 勤奏下脚料 残入 全要由屏东地检署 以涉嫌诈欺 违反食品卫生管理法侦办 讯后深压地下油厂 国性嫌犯 法院裁定五万元交保 至于强冠公司代姓副总 以二十万元交保 禁威负责人夫妻 更以八万元交保 在这里甩许正俊 陈显坤 南部报道